新政院针对国会扩权案提出复议 国民党立委徐欣盈站上直询台 布置引英美法调查权 竟然还拿中共法令做举例 他们的全国人民大会 有没有调查权 您知道吗 那不在我研究范围内 本席告诉你是有的 连民进党天天嘲笑的大陆宪政 他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都有调查权 强调调查权是帮揪行政害仇 但徐欣盈在国会殿堂 援引中共宪法 让绿委嘲讽干脆投奔对案吧 完全不演了 就是吃了诚实豆沙包 竟然想要学习中国共产党 想要学习中国的人大 建议你们立刻请辞 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投奔中国 反对复议案 国民党立委徐欣盈 引用中共宪法想替格魁上课 还有总招付昆奇 在咨询复议案时 咬政府不准提两国论 针对国会扩权问题攻防 中国也有角色扮演 学者忧心 中共对台渗透 已经在立法院找代理人 扩权法案表决时 就被指引中国伸手立愿 如今进入复议 蓝营令委拿中共当样板 不免让人疑惑 这是台湾该学习的对象吗 三十五环玉反过 新闻后采用台北什么的